大家好,我是Nella 大家新年過完喔 現在可能又要迎接新一年的新的工作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網站 它是可以去整理你日常的代辦事項 你工作的聯絡 還有你一些創意的發想 像是一個萬用的筆記本一樣的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做Milanote 好像米蘭的英文 它這個網站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國家做的 但是呢,我當初會知道這個網站 是看了YouTube上面有一對夫妻嗎? 還是男女朋友叫做 Chris & Becky他們的頻道 他們的頻道不但是蠻生活蠻自然 而且他們的色調我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裡面常常有一些 好玩的事情 也夾雜一些教學 我覺得對我蠻有啟發的 因為他們就是兩個人 所以他不會有 過於小或過於大的製作規模 也就是有些東西你看到 覺得這個畫面很厲害 但實際上他是20幾個人的團隊 然後用很大的 資金去完成的 那他們不是 他們就是 YouTuber 兩個人 兩人小組的YouTuber 很多東西他們自己去學油漆 學木工 把自己的家裡做改造 甚至到比較後期的時候 他們還買了一台直升機 在他們做的地方好像是Milwaukee 還是哪裡我忘記了 但是就是一個 比較充滿大自然的地方 但是他們自己的 場景佈置 還有一些使用的產品 還有一些品味 其實都是很都市 很簡潔俐落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聽他們講話 也很喜歡他們的頻道 那這個網站呢 就是從他們的影片裡面 看來的 那大家如果聽得懂英文的話 也可以直接去他們的網站 就不用看我的 那當然這就是 這不是我原創的 發現的一個好物 這是我從別的地方看來的嘛 對不對 好 那看到這一個畫面裡面呢 首先我們現在看喔 他打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加這些 框框 點進去之後 他有各式各樣的模板 像這個是我 工作的 好 這個是我公司的 好 那這一個是我對相機的一些經驗 還有自己做的筆記 好 那這一個是我自己的比較私人一點 我就不分享給大家了 那首先呢 如果我們今天 要新增一個框方塊的話 他就是新增一個new board new board之後你可以取名字 然後可以換顏色 可以換圖示 進來之後 如果你是一個全新的board 全新的面板的話 他有很多很棒的 這個叫做模板可以讓你選 好 比如說這一種的 大家可以看我其實 工作的那一個 就是用這個模板去做的喔 然後呢 這邊也有 製作一些 就是角色profile 好 這一個就是比較類似 所謂的製作一個 SOP出來 今天我們這個工作 他雖然不是一個所謂乾特圖 但是呢 他可以去整理出一個製作流程 那大家可以 如果是一個團隊的話 可以知道我們現在進行到哪裡 然後我們接下來還要面對什麼 那針對腳本的話 他也有類似這樣子 好讓你去做一個分鏡啊 好讓你去做一個 場景紀錄啊 就是 場景一場景二 或者是場景是這樣 那我們拍攝的順序是這樣 也不錯 這個也很重要 這一個call sheet 就是好我今天 假設說 我們之前拍那個 民視的工作的時候 找了 200名的學生 這些人的 聯絡電話 他們分別是聯絡哪些學校啊 去找他們 我們今天全部要約的話 第一天我們約在哪裡 第二天我們約在哪裡 當然那時候只有一天 所以就是沒有 但是 如果像這樣子 你要規劃一個比較龐大的工作 要 隨時能夠知道所有人的聯絡方式 所有人的資訊 好 今天 我假設說一個劇組 真的有到十幾二十個人 或是真的有到200個人的時候 你要把這一些 所有聯絡人 的資訊 全部傳到 全部存到你的手機的話 我覺得 你的那個 通訊錄會爆炸 就是 很尷尬 對不對 有的人他可能一輩子就跟你合作這一次 那你不需要去 把它整理 所有到你手機 或是比較私人的一個通訊錄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方式 那 你也可以在裡面 新增大家的大頭貼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這邊 好去做 更多的小方塊 點進去 他可能 這20個人是隸屬 美術 美術組的 那另外 是製片組的 什麼什麼你可以再去做更細的分類 但是總歸有這個功能 說實在是蠻方便的 好我們再看喔 這邊還有更多更多的 這裡有 這個叫什麼 經濟 經濟人類的 好這邊有這個 創意的分類 影視行業專用的分類 遊戲設計 平面設計 動畫設計 還有這個 室內設計 或者是 管理 決策 還有這個 市場 市場分析 市場 銷售類的 我們來看看 好你看他都有不同的喔 不同的製作方式 他還可以加這個 小 小 大頭針 去讓你去看我覺得 總歸來說 他的介面給我的感覺 非常的舒服 而且 而且他 充滿了這種 好用的模板 你就可以選擇一個 最適合你用的 然後去在裡面做 做搭配了 好那像我自己 還沒有用到很多他的功能 像我 還沒有用過他這個 大頭釘的功能 我們來看看 之前我們做的這個案子 第一個就是類似 這個案子叫什麼 然後我要負責的工作 還有 還有 整個拍攝大概的 一個內容跟 流程 然後呢 剪接影片的流程 都在這邊 地點放在這邊 好 還有一些 比較難用幾句話 講清楚的 我就把它寫成一個 文字稿 那這文字稿 你也不用洋洋撒撒 全部在這邊 你就可以另設一個方塊 去存他 好 那這邊是什麼呢 這邊就是當天拍攝 或者是 執行這個案子 所要用的 所有的 檔案 比如說我們拍的時候 音樂要先弄好 那我音樂好幾個版本 還有一些框架示意 還有什麼 我全部都存在這邊 所以他是可以 吃 網 網址的 所以我先是一個 雲端硬碟 或者是我今天是一個 Google map的 的定位 或者是什麼 我全 他是全部都可以吃的 他可以吃的好處呢 就是 今天我所有這個案子 要用的檔案 我都存在這邊 那 臨時我們如果現場遇到什麼狀況 對方 工作人員的手機音樂播不出來了 這個檔案找不到 那個檔案找不到的時候 我至少我用筆電 或甚至我用手機 手機有這個App 所以你甚至用手機 都可以 即時的把這個檔案 摳出來 自己下載下來 或是趕快傳給對方 叫對方下載 好 因為是這樣子的分類 所以我也不用在雲端硬碟裡面 去硬找 我就是直接這邊 甚至是 提前在你 當天工作之前 你就把這個頁面 分享給幾個重要的 執行 執行組的 同事 讓大家都留有一份 那大家互相 缺什麼 就趕快來這個頁面裡面找 那趕快就下載 趕快就補上 也可以大大的 減少 所有人 中間在傳遞 溝通 檔案找不到 那個檔案在哪裡 你放在哪裡 哪邊打開的資料夾 我找不到 我網路連不到 我找不到 怎麼辦 你要不要來幫我 就類似這樣的事情 都可以大量的減少 好 那再來呢 像這個右邊這邊 就是屬於 是我提醒我自己的部分 當天要租的器材 租的就打勾 沒租的就沒租 那當然 那天我們後來就 沒有去租器材 所以這邊我就沒有打勾 那像這邊 我自己出門之前 所有這些東西都要帶 那全部 我全部打勾了 再出門 那當然後來這個輪椅是現場給 筆電和滑鼠 我已經放在車上 所以我這兩個就沒有勾 好 那這邊呢 就是 整個 前置作業啊 一些發想啊 我能不能順利完成啊 就是在你 前置與後置的中間 你每一天應該完成什麼 你有哪一些東西還沒有完成 你把它列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我今天已經過了一半了 可是我進度 打勾才勾到三分之一 那我要加快 對不對 諸如此類的 你可以去提醒自己 有沒有每天達到 完成自己 每天該做的事情 好 那 包括說 客戶給回來的 修改表單 你也可以做成這樣 你就會知道說 我改了哪些 有哪些 還沒改 因為客戶給的修改 有的時候 他會 很清楚的條列式 可是有些客戶就是 像寫作文這樣子寫 那你自己把它整理成條列式 你才會知道說 我要怎麼改 我改完第一天的時候 我就給他一個預測說 我一天可以改四個 那你有20個修改 我大概需要五天的時間 才能全部改完 那你們彼此之間合作呢 也會更加的增加 彼此對 進度上的 共識 對方也會比較對你有信任感 好 那後面就是 這一邊 我們最後要上 上那個 對方 長官大大的 這個名字 所以我特別就是 從 對方寄的 LINE給我 直接複製貼上來這邊 我才不會 在 自己的 書寫之中 把人家的名字 寫錯啊 把人家的職稱寫錯啊 那這種時候是 尤其是你在做尾牙類啊 或是什麼類 人家是一個 大品牌大長官 你把品牌寫錯 你把對方的 職稱寫錯 你把對方的名字寫出 錯別字 那都是 很大很大的鍋 那鍋不見得 是我們後製的人來背 但是我們後製的人 自己皮膚繃緊一點 後面就會出很多問題 那以前我 比如說人家傳LINE給我 都是截圖 截圖就到處放 那你如果 手邊有四五個案子 很有可能 你突然就不知道 這個長官到底對應到 是哪個企業或什麼的 但是用這種方式 雖然你也是用手機 臨時的去做一個紀錄 但是相對來講 你把同一個案子的所有資訊 都放在同一個板子裡面 你就不容易搞錯 那你這個板子可以分享給幾個重要的 合作夥伴 或是工作的 工作的導演 工作 工作網上的導演製片 工作網下的 助理同事 你都可以很好去整合 讓大家在一個 很好的共識與時間軸裡面 一起去完成 手邊的工作 好那這一邊呢 我記錄了 我用 我用這個相機的一些 經驗 包括ISO 包括穩定 包括 我後製調色最精簡的流程 或是比較完美的 精簡的流程 還有比較 複雜的流程 還有一些我調色的密集 那像現在你看我這個頁面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秀出來 跟大家做一個很好的討論 那比如說像這個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們分享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方塊 然後 平常自己點開來看 那我跟你 在 討論工作的時候 我就不見得會把這個東西點出來 讓你也一起看到 對不對 那這個功能也是 非常好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 我的工作 的部分 我的工作 目前 可能會出現的工作 還有你看像我自己做的抖音 還有YouTube上面 我接下來可能會想要做的事情 我自己公司的地址 聯絡方式 連絡方式 統編 今天我要開發票 給別人 別人要開發票給我 我的資訊就都在這邊 客戶廠商 我跟Double 跟掌櫃他們合作的 我宅 這些資訊 我就都寫在這邊 那你臨時 在 在戶外 或者是比如說像 前陣子 過年 你手邊就是 不在你的辦公桌前面 你回我像我我自己回高雄過年 很多東西我當然也可以存在電腦 也可以存在雲端 但是總是 你 分類分得好的話 他尋找搜尋還有分享 好去去應對的速度會比 你在一整片 雲端硬碟海裡面去找到正確的資料夾 去找到正確的檔案 而且你還要小心說 這個資訊是不是應該給對方 有的時候你雲端硬碟 你搜集了一個檔案 是所有的 所有的廠商跟客戶 但是你要給的對方 他只要其中一個 那其中 其他的部分 你並不想要給對方的話 那你還要去修修改改 要重新做一個檔案出來 那這邊的話我就是 這一塊我找到了 我能給我就整 整頁都給他 我不能給 我就把 這個頁面上的 某些資訊 複製文字 或是複製連結 貼給對方 那對方就不會得到 過多的資訊 或是過少的資訊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棒的一個 部分 那麼再來講到他的使用 大家一開始使用的時候 你會得到 100個 方塊 這些方塊 包括這樣子 算4個 那裡面的 這個大框 也算1個 裡面的小框 也算1個 大家要小心喔 所以不是說 這麼大一個框 總共算1個 或是我文字 我一旦分了兩個框 他就會算兩個 那總共你免費可以使用的 框 是 100個 100個裡面目前我用到大概是80個 80個大概可以承受 我三個專案同時進行 包括我日常生活自己需要的這三個 圖案的使用 應該是都夠的喔 但是 也難說 如果你接到比較大的案子 有客戶 有廣告公司 有活動公司 然後我自己 承包了一些工作出去 有兩三個廠商的話 他可能一個案子 就會耗掉我 20個 方塊 那我今天接到第二個案子的時候 我這個方塊就會已經用完了 那 他有兩種方式可以去增加 你可以使用的方塊 第一個是如果你推薦朋友使用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空間 以及更多可以放的檔案 第二個是如果你付費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空間 跟使用的檔案 那我目前是比較吝嗇一點 我就還沒有去付費 那我就是用他免費的這100個 好 那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工作做完了 我就可能會把這個方塊去掉 像我去年年底很忙嘛 但是我現在就是 只留了一個工作的方塊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功能 那介紹完了今天這個影片拍完 我可能這個就去掉 然後呢 今年 開始的新工作 我就會慢慢再把他建立 整理起來 變成新的三個四個方塊 這樣子出來 那可能說比如說 我同時接到五個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自己 私人這邊的方塊 再刪除一些 那大家想要各方面 都可以很好的 毫無限制的運用的話 他的付費 就是參考這邊 有一個月 9塊美金的方案 跟一個月49塊 我是覺得49塊有點 有點多了啦 你不需要10個人共同 除非今天你是 一個腦力機當共同創作非常複雜交織的工作單位 不然像我這種比較類似單兵作戰的單位的話 我個人可能在未來會傾向去使用這個一個月9塊的方案 或者是我可能就多推薦幾個朋友吧 我也不知道 好 那麼呢 今天這個網站呢 就介紹到這邊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用 我自己也 持續的在使用 那希望呢 也可以在新的一年 幫助到大家 讓大家的工作可以更順利 更有效率 完成更多更多 工作 大家的收入都可以更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Nella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